同样也希望世界更美好 人称小黄瓜达人的林洪昌 有空就来帮忙 但是他撒农药 湿化肥 关系农法的经验 却一点也帮不上忙 有原本有我的耐靠 来到这里完全都不能用 很挣扎 真的很挣扎 眼睁睁看着整个植物 这样垮掉 死掉 都没办法收 原因在哪里 就是这个环境真正出了问题 早期的我 就是破坏这个环境的元凶 为什么会导致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真正的下定决心是好 我就加入了 林洪昌收掉自己的冠西农场 加入理解团队 学习生态农耕 但真的很难适应 很挣扎 老是东西都种不出来 再冠西的话 我可以采收 采到想哭 来到这里种不出来 眼泪寒着 没关系 我再种 直到第三年还是没收成 信心动摇 想放弃了 乐观的理解跟着难过 这是她创办农场以来 唯一会让她沮丧的是 伙伴信心不足 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他们 同样的产生同样的动力 或者产生同样的信心的时候 我很反省我自己 我一定是做得不够好 我一定传达得不够清楚 这时候就得个别辅导 理解的方式很直接 我会更努力地带他们到田里去 听听鸟叫 你看看那个树 你看看我们种的东西 昨天还小小的 你看今天发芽了 今天长大了 你看看土土不一样 你看土是有土香的 理解生态管理农场 坚持裸种不搭棚子 以免日照不足 肥料中的蛋成分转换不了 产生硝酸盐 进而形成致癌的亚硝酸盐 而有机种植 被允许用来灭虫的 苏力菌糖醋液也不使用 因为担心会影响生态平衡 所以也不会去抓虫 还反过来照顾它 你就是挑虫最喜欢的那一种作物 来种在它旁边 等于是养虫 你不可以去迫害它 你反而你要去抓它 灭它的话 它的量会更多 它会产生抗体 你顺着它 慢慢的这个环境就慢慢平安了 洪昌加入农场 今年第五年 已经种出好成绩 更确信当初的坚持 他的坚持 就是我要做的 他要做的 就是我要坚持的 虽然你两只手臂而已 我增加我两只手臂 我可以营造更多的手臂出来 来营造这个环境 伙伴如此相挺 理解却常得跟他们说抱歉 因为蔬果品质有时不稳定 栽培推展的并不顺利 收入有限 我们最常处理就是 下个月薪水 不知道在哪里 对啊 那 这个人比较有钱 所以这个少发一点 这个比较穷 这个要缴贷款 这个多给一点 那我们就会去分配 分配 这个钱该怎么去分配 如果说 不足以发给大家的时候 我们只好去做这样的一个 调整 通常拿到的人都没有怨言 拿到多少 他们就算多少 万一他们拿到的不够的时候 也不会抱怨 他们会自己去借 伙伴的贴心 理解全放在心里 这群年轻人愿意咬牙苦撑 因为他们相信 蚂蚁熊兵可以搬动大象 因为那份笃定 因为那份清楚 所以我们乐于到 因为我们乐于到 所以我们才能够安于平 那我们相信安平 绝对是一个过程 那有一天 当一切都欣欣向荣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赚到的是 大家的财富 不是我们个人的财富 因为大自然就是这么一个 我们的地球就是这么的样 资源这么的样有限 那如果我们为大家保留住财富 那才是全体人类的福祉 这是一条艰难的路 理解深深的为伙伴感到不舍 他们常常都说我很傻 那我知道他们更傻 他们如果我很笨 他们更笨 他们怎么跟一个 又傻又笨的人一起呢 所以我会这样笑他们 调侃他们 那但是其实他们对我很疼惜 我对他们更加的疼惜 更舍不得 因为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我 因为我只是傻傻的一颗心 觉得我们应该可以为这个社会 为环境多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们怎么愿意相信我 他们怎么愿意跟着我吃苦 愿意没有名流利 愿意愿意忍受很多一样的员工 或者是父母的怀疑 或者是给不到薪水 其实这事情都是发生的 可是他们没有怨言 是让我很感动的部分 他们这么善待我 这么支持我 我更要坚持证明 他们的努力是对的 我们这样做是值得的 而且真的有很多人需要我们 真的很多人只是没有环境 没有机会 那我们要为他们创造环境跟机会 活化修根地是创造机会的根本 李姐和伙伴们一同在三亿和铜锣香 买了八公顷地之后 以无力负担转而租地 不过却四处碰壁 那刚开始他也会觉得说 你们可能是财团 你们可能是来这边 然后可能掏金的 掏完之后就走了 沈俊良大家叫他Michael 负责农场对外沟通协调 他说在客家山城 不会讲客家话 真的无法取信地主 明明已经签约 人才离开不到十分钟就变卦 电话就来说地主又不要了 这是 整个晚上的精力已经用尽了 又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 瘫在那里 你是动弹不得的 但一想起 农场伙伴还在等他租地回去 他没有时间去呢 拜托村长帮他翻译 两个月说服十多名地主和农场签约 顺利租到七公顷休耕地 这段时间 每天只睡几个小时非常拼命 然而当时他还只是志工 完全不执行 因为我们只有想到一个人说 我多承租一块地 你就可以减少一块地的破坏 我多一块地的一个富裕 那我就可以让农场带来多希望 那通过每块地的一个累积 我们就可以去产生更大的影响 影响力渐渐发酵 最近Michael又签下了一块休耕地 他还很乐意带我去看你们的影响 所以他才租给我的 他去帮我们说服他爸爸妈妈 回来那几天我都一直跟我爸爸妈妈 我讲你们的理念 讲你们的理念 讲甚至说这样子你们帮我们经营下去 我们土地不自己放会掉 然后很想跟你们一起努力就对了 这块地我们未来会赋予他 那这过程总会爱护他 对对对对让他再活起来 对对对让他再活起来 让他再重新赋予生命 对对对对 太浪费了 而且你周边未来也不会再有这些粗草剂 未来也不会再有这些比较之子 对对对 就更多的小鸟 就更多的青蛙 青蛙 很多的生态就从这边开始 红化修根地同时 也试着跟当地盥行农夫沟通 希望他们转做有机 前阵子更把整区废弃机设租下来 伙伴自己设计施工 打算在假日举办农夫市集 借由推往有机 进而活络乡乡村发展 带动年轻人回乡 从事有机固然辛苦 不过理解说 路会走的辛苦 代表努力还不够 她以这样的态度鞭策自己 也谨记自己的责任 我是一颗种子 那我应该要让我的善业 去开花 去成长 去结果 因为很多人需要 很多人都有 当遍地开花结果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那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是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善尽的义务 我们都有改善 这个世界的义务 这是择无旁贷的使命 那我用这样的信念在活 也在鼓励我的伙伴 那慢慢他们心中的种子 也被点燃 也被 也被启发 所以他们也不断 在散播他们的种子 没有了土地 就没有天地万物 那更不可能有人类存在 李姐和她的团队 十多年来 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 以老祖宗跟作方法 呵护这块土地 期盼更多人加入 为台湾再造一个绿色奇迹 原来台湾有这些人 这么认真在照顾土地 而且他们相信安平乐道 也相信自己做得到 文字幕移山 文字幕移山